大家好,我是V院,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老中讲新闻 很多雇主都非常关注员工的忠诚度 对小型企业雇主而言 因为为公司卖力的员工肩负了各种不可或缺的职责 所以会特别的迫切关注员工的忠诚度 当企业经济前景显示有改善迹象时 大都会的第九届,年度员工福利趋势研究 展现了众多企业可能面对的一个新挑战 员工的流聘率 大都会的研究调查发现 在2010年,只有49%的亚裔员工表示 对雇主有强烈的忠诚度 其实被调查的亚裔员工当中 35%期望来年为另一个雇主工作 对比之下,过去几年小型企业雇主 对忠诚度的观念本质上没有改变 员工总数少于500人的雇主当中 54%目前认为他们的员工对公司有着强烈的忠诚度 公司要员经常执行多种重要的职责 在取代他们的成本因素前提下 雇主利用福利计划作为流聘工具之为关键 尤其是在小型企业当中特别的重要 大都会高端市场副总裁表示 研究调查表示 满意福利计划的员工更有可能对雇主有忠诚度 幸好雇主可以考虑几种节省成本的策略 雇主应该考虑下面三个步骤 以确保他们的福利计划战略性的设计 根据该研究显示 59%的亚裔员工认为 牙齿护理、残障、人寿保险和视力保险等 非医疗福利均事培养忠诚度的非常重要的考量 雇主自愿提供次等福利 更加的员工忠诚度指日可待 而对成本则无负面的影响 处理与福利相关的事物颇为耗时和繁重 雇主寻找能够协助他们简化众多 与他们的福利计划管理功能相关的保险福利公司 以及保险代理人至关重要 有效地宣布福利计划 与保险代理人以及保险公司合作之际 雇主应该竭尽所能地确保 雇员明了公司所提供的福利 知道如何使用该等福利 以及该等福利满足他们的需要 再来看这条消息 如果有一天出门太急忘了带手机 你会怎么样呢 估计很多人都会说 要是走得不远的话 一定会回去拿一下 从什么时候开始 手机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而且是时刻都要在视野范围内的一个必需品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手机没电 或者余额不足而焦躁不安 英国的研究人员 给这样的症状起了一个名字叫nomophobia 无手机焦虑症指手机联系不顺畅时的恐惧心理 这个词是nomophobia的缩写形式 是由英国一个名为Yogov的研究机构 在受英国邮局委托研究手机用户焦虑症状时 首创的一个说法 根据一份由1000名英国人参加调查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人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手机 比起四年前的研究调查已经上升了53% 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有77%的人患有无手机焦虑症 而年龄在25岁到34岁则有68%的人患有这项症状 其中女性没有手机的时候恐惧要比男性高出9% 可能是因为男性通常还多出一个备用的手机 当手机没电或没讯号的时候 可能引发短期的无手机焦虑症 症状包括发抖出汗和恶心 根据建议治疗这种症状的方法 像是让自己习惯不要有手机在身边一段时间 以免养成对手机的依赖性 避免手机无法使用或不在身边时产生过度消极的想法 或者透过瑜伽或其他方式调整呼吸 让心情放松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